居然在安全楼梯里约会 你又有故事 你难道不是帅啊 人家有力保 看人家女朋友有数 肯定也不要 给我玩点减肥 很帅嘛 游老师 跟你在一起 安全楼梯都不安全 那你要早点习惯 早就习惯了 我们换个地方办 去哪儿 到处都是人 有个地方 肯定没人 可以 进去吧 谢谢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 谢谢大爷 进去吧 这么晚 大爷肯放我们进来啊 我跟大爷说 我以前是这儿的学生 想带女朋友过来看看 她说她还记得我 我跟大爷的学生 她肯定印象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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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惜了 我女朋友不方便露面 不然的话 更方便进来 那是 其实早上我已经来过了 她没注意到 你今天来过了 学校的套厂怎么没了 学校的套厂怎么没了 因为口罩吧 对了 你是不是以前有一次 带着几个女同学跑出去採野花 被班主任批评了 你能不能记点好的呀 走啊 以前从学校食堂吃完饭 就会从这里让回教室 那个时候就觉得 我们学校最漂亮了 你好像很少往这儿走 我一般笨球场 所以就很少碰到你 有一次碰到你是在 那里 你还记得吗 拼着 想找你 你跟我说 你现在缺女朋友吗 你觉得我怎么样 在你来的路上 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 什么 你烦旧账怎么办 今天不会 但是以后会的 我很期待 到晚 看不清 你看 朱尉都换过了 那当然了 都十几年了 那时候你做最后一排 你还记得我做在那吗 第三排 你不会把全班的座位都记住了吧 我可不信 那个时候你还能关注到我坐在那 最近 你值得努力地回想高中的事情 那你想到什么了 我想起你 拿香酥机贿赂我教你数学 你怎么想起来都是很厉害 我也会翻旧账 其实那个时候 我一直都有一个目标 但是却没能实现 虎可同一个 那么幸好 我可以跟他一起去 因为我没有一个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